中国的C-10C战机服役 这个事情让我们的F-16空优渐渐失去了 那这是在军演前夕 中国在秀肌肉 我想请教这个明杰 因为明杰是军事记者 到底对这些比较厉害 其实拿C-10C来比 我觉得这样说好了 如果我们的F-16还是过去的AB型 没有提升到V型 那它的歼10C某个程度的确是会比我们强一点 但是我们同步再提升我们的F-16到F-16V型 那很多的装备上面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还是有优势的 我觉得我个人看法不认为说 这个媒体说我们的空优会上市 未来的V型同样的 我们也换装了最新的APG-83的AESA雷达 这个AESA雷达同样是主动向位的阵列雷达 它的探车距离也相较于现在非常多 所以更早的时间就可以发现笛基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这个 在性能提升里面有个选项 就是我们有逆踪的涂量 那让我们F-16V未来逆踪的能力提升30% 这一点是J-10C没有的 所以我们的逆踪能力是比它强 那中间这最强的我们看它 我们F-16的飞行员大概是全世界 比美军还会辛苦 美军的F-16CD它是空对空作战 我们看到这里还有挂载反辐射飞弹 甚至它上面还有四张鱼叉飞弹没有提 对空又要对地又可以对海 我们等于是全方位的 那这样的战役未来配备了一个叫AIM-9X这里 AIM-9X香尾蛇飞弹 这个飞弹是最强的 这个是老共鸣的 这个飞弹强在哪里 它配合它一个这个叫联合的这个整合式的头盔 它把所有的敌情全部反射 其实这个层级等同F-35 那AIM-9X飞弹 你说F-16V 对 它的这套系统跟F-35是同等级 那AIM-9X飞弹也是同等级 那这个系统强在哪里 过去是目标敌机在前面接站的时候 飞弹发射出去 那现在不是敌机如果在后面 我在前面 我通用飞弹发射出去之后 它会叫偏轴飞行 180度向后转弯 去打后面的飞机 你看这有多强 关键是那个头盔 对 头盔 它整个的电脑全部都数位化 任务的电脑都数位化 那整个敌情的掌握 全部由电脑计算 那它的这个偏轴的飞行 这一般的飞弹是做不到的 它的这个发动机的部分 我头盔是看得到后面那架飞机 可以可以 360度 后面的整个战场敌情 全部投射在我的这个电脑屏幕上 所以它都可以掌握 那你这个飞弹 后面的目标你也可以攻击 发射出去它一个大的转弯 它是用它那个叫向量喷嘴 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那它弹体又缩小 速度又这个提升 所以速度很快 出去之后就是最后面的战机 直接打后面 这个能力坚持C4米 所以一个逆中 一个像这样的空对空的火力 它是没有办法跟F16V比 所以我个人是判断是认为说 如果真的要比较 当然战场上空战还有很多 包含战术战法 部署其他的因素 异形等等 那如果是要one by one的这样PK 性能上我们完全不输它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上市优势 如果你拿歼10C来比 我觉得事实上我们是错错了 我先补充一下歼10C的事情 但我们对于中共它的这个武力提升 我们当然寄予祝福 但事实上歼10它的失失率是很高的 它2014年有一架罪魂 2015年2016年各有三架 所以加起来短短三年就七架罪魂 对 失失率是很高的 那特别是2013年有一次 最后一次就是它的一个叫做 八一飞行队 就类似我们的神龙雷虎小组 一架飞机就是在表演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个机械故障 结果两位飞巡人 那个逃生 弹跳逃生 其中一位女性的飞巡人 后来就是不幸死亡 所以说这个飞机实上 我们觉得它的这个长期来 因为它是自制研发 就它很多问题 特别是它引擎推力 一直被怀疑推力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飞机 其实它的问题还不小 可是我是觉得我们真的 它引擎说是两马赫 后来还有提升 它的发动机还是有 最大速度到两马赫 它后来再提升 他们这个国产的涡扇10 就是过去10A型跟10B 包含他们的歼20 它现在最大问题 是卡在发动机的问题 那发动机事实上 它耐高温 高压等等 很多的高超的技术在里面 那这个发动机造成了很多 包含他们自己 国造的这些战机 那配备这个发动机 事实上都卡在这个地方 那连歼20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正式量产 那它也是有一个 涡扇15型 那像歼10是用涡扇10B型 所以它发动机 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那为什么不写一下 坚实三年吊七架 那报纸要关门 不是 那是事实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台湾真的很浅叠 我们常常是自己下自己 然后把中共讲得这么的伟大 但我觉得它有优点我们要说 它有问题你也要说 不能说都只讲它的优点 不讲缺点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 正直到了